不同的疾病,我們都講過老人的疾病,但是沒有了出生,也都沒有了老人。 所以我們下一個題目是關於生殖的。 我們很榮幸是有台北醫學大學醫療體系的院長曾啟稅教授。 曾啟稅在生殖研究方面是有很卓越的成就的。 例如是1985年香港台灣的第一個使館嬰兒的誕生。 還有在2004年全球的第一個自體粒線體移植,都是曾啟稅研究的成果。 他今天跟我們討論生殖醫學轉疫研究。曾啟稅。 謝謝Chairman,非常謝謝Stanley Hall基金會的邀請。很高興第一次來澳門。 那今年的這個諾貝爾醫學獎,事實上就是給這位先生。 這是Robert Edwards,他是Cambridge大學的Physiology的教授。 那他就是全世界第一個做這個test tube baby,事館嬰兒。 那他今年85歲。85歲。 所以,上個月在瑞典頒獎的時候,他太太講了一句話。 她說,如果他知道新聞,他會很開心。 因為現在他有癌症癌。 所以他不能去得。 這張也是1988年, about 22 years ago, I met in UK. 那他為什麼會給他這個獎? 我本身給這個Nobel Prize。 因為在過去,從1978年,各位知道Lewis Brown在英國, 今年已經33歲了。 那全世界藉由這個test tube baby in vitro fertilization, 體外受精的技術呢,有四百萬個baby。 四百萬。 四百萬。 就是擺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真的是。 而且目前全世界每一百個baby, 有兩個就是借助test tube baby走出來。 每一百個baby。 所以這個是一個historical events。 當然,我講這個就是說,這也是一個轉移醫學。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scientist, 他是一個把這個egg fertilized in vitro, 所以他需要一個gynecologist, which is Patrick Stepto, 他來幫忙。 他是意大利的一個醫師。 然後他幫忙用laparoscopy取卵, 然後他futeralized in vitro, 這個是Bob Edwards。 不過很可惜,就是我去的那一天, 他剛好參加他的告別式。 他就1988年就過世了。 好早。 就是我去見那個Bob Edwards的時候。 他從意大利飛飛機回來參加他的告別式。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這是2000年在Chicago, 22年後,in Lake Michigan, 那時候一個剛剛校一個PGD, 我們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學。 我們台北醫學大學跟香港中文大學是sister school的關係。 那就是在第一次, 這個World Congress of 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 個20年後。 這個是2000年。 他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contribution。 他是the Chief Editor of Human Reproduction, 這是一個journal。 後來他就退休以後, 他還做了一個叫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online。 2000年我們在Saint-Ten-Diago,這是我們的staff,他在promotion他的new journal。 那很遺憾,這個Nobel Prize,在1974年開始只有獎勵活在世界上的人。 所以已經passed away的人死掉,他是不給他獎勵的。 所以在這邊呢,這個是2005年,在Canada,在Montreal,這也是最後一次露面,以後大概就沒有辦法。 五年前,這時候80歲了,所以他大概沒有辦法在那裡。 那我剛剛講,1974年就沒有,他的規定就是獎勵在世的人。 所以有一位先生,有一位先生叫做MC Zhang,就是這位先生,我一定要提一下,這個是Chinese。 他叫做張明爵,MC Zhang,他是大陸的清華大學畢業。 畢業以後呢,他就到英國的Cambridge拿PhD,所以他不是醫生。 他的PhD以後呢,所以他跟那個Bob Edwards兩個是同事過。 他一個一個,就是一個College的關係。 然後到PhD以後呢,他就到Harvard,Boston郊外,叫Shieldsbury, 這個地方呢,做這個,叫做Ooster Foundation for Reproductive Biology, 做這個reproduction,特別呢,他做那個老鼠的in vitro fertilization, 那個老鼠,體外受精。 所以他是全世界,那時候我1980,我剛好有機會在Harvard, 在Boston進修,在Harvard,他就告訴我, 他的這個test tube rabbit,今年就是rabbit,對不對,兔子兔年。 他全世界第一個做這個四管兔子,是1959年,1959,就做出來。 所以他跟我開玩笑說,他的Bob Edwards多了,整整提早20年。 因為Louis Brown是1978年。 那他的貢獻呢,他事實上,假如他再次應該是同時跟Bob Edwards同時得獎, 還有那個Patrick Steptoe,他告訴我說這個, 他是全世界呢,這個第一次發現,這個精子要收進一定要capacitation, increase他的mortility,能夠penetration。 第二個呢,他的major contribution,就是他, 他發明了這個避應藥,Bus control pill,我們現在用的很多避應藥都是他發明。 那第三個,這個第一個四管,這個in vitro的這個animal,我想這邊, 因為今年是這個,所以特別在這邊提一下。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在1970年代,那時候呢,沒有,所謂疏軟管阻塞, block tubes,就沒有機會生小孩。 所以,這個就最早的translational medicine。 實驗室,在臨床碰到的問題,你一,tube已經被block,對不對? 接,reanasmosity又失敗,有什麼辦法?沒有。 所以到1978年,要發明,這個就是, 從實驗室的lab裡面,能夠發明這樣的一個技術, 然後能夠使,要小孩的人呢,能夠得到,我想這個是, 他很重要的一個contribution。 那這個就台灣的第一個四管,我想在亞洲最早, 他已經,這是我1985年在台灣,這個長小弟, 現在已經25歲,已經念研究所,graduate school,在台灣大學。 他是25歲,這個是第二個tested baby,是女生, 他現在是25歲,那他現在在UC Davis念書,也是大學,很漂亮。 這是2005年,那時候20週年的時候,他回到台北, 我們一起照相,很漂亮。所以,包括Louis Brown, 他本身也可以自己生小孩,所以不表示說,你是tested baby, 你一定還是,你的下一代要tested baby,沒有。 這個是另外一個,好。那現在呢,包括香港,包括台灣, 包括也許澳門,都面臨什麼?少子化,對不對? Very very low birth rate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會少子化? 因為很多人晚婚。 像台灣,現在平均結婚年齡是33歲, 女生33歲,32歲,男生快35歲。 所以晚婚的話,這個fertility就會受影響。 所以我們發現,怎麼辦呢,很多到40歲才要結婚生小孩。 所以,這時候他的fertility的potential就下降,他生育能力。 所以這時候我就開始想,怎麼辦法來幫這些人忙。 所以這是一個all side的卵子,很多的matochondria, 很多的栗腺體。 那,還有告訴我,香港的第一個寺館應該也是台灣做的。 我幫他做,那時候1986年,因為他是念府人大學的喬生。 他是香港人,然後就在結婚。 所以那時候生以後再回香港。 這個是,這邊也稍微 mention一下。 他大概是20歲,他的小孩。 好,這是一個all side的matochondria。 那matochondria就是甘電子battery。 我們想那個甘電子,那個甘電子,你看到40歲,甘電子用了40年是沒有電。 Rose of the energy,所以這個力線體很重要。 因為他是power plant, generated energy,這個atp。 所以你看看,這是一個mature的all side, but you can see the morphology of the matochondria is immature. 你看這個matochondria,這樣圓圓的。 right hand side,這是一個mature的matochondria, 你看像鞋子一樣,它中間有這個transverse crystal. 所以這個matochondria,你要判到有沒有mature,就看這個東西。 遠遠的就不太,所以它沒有什麼function, 它沒有辦法oxidative phosphoration, 它沒有辦法generate ATP,這個就可以。 但是呢,這個是一個從day five的一個blastocyte, 已經受精以後五天,所以這個是有功能的,這個是沒有。 所以問題在這裡,這個卵子排出來, 它的matochondria是沒有功能的,所以有時候它不受精, 因為它不成熟。 但是要等到第五天才有,這個問題就來了。 好,這個是day three,就是受精後,它bugs sale, in between,你看這個開始有這個maturation, 你看這個中間有這樣的一個crystity出現。 所以這卵子的成熟也是隨著填熟,到第五天,到狼胚期才會變成成熟。 之前的話它是沒有用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這個是blastocyte,剛剛day five, 這已經南北奇的matochondria,它才是會有function,才會產生能量, 才會幫助這個卵子受精分裂,還有implantation,著床。 好,那這個是mature,你看這個就像hage的blastocyte,你看不管各種blastocyte,它都是很mature, 所以它可以製造ATP,它是有function的。 好,那aging,譬如說一個40歲的媽媽,她這個是一個立腺體的DNA, 你看這個double strain,h strain and l strain,它有些基因,它的唯一的功能就是製造ATP, 好,讓這個卵子能夠受精,能夠分裂。 好,那很容易的,假如aging the old side的話,你看它容易的common deletion, 你看這個X strain的地方呢,有叫4977 base pair,就這一段會deletion,mutation,就掉掉了。 那這一段掉掉,為什麼會容易掉掉呢? Because there is common repeat, you can see here,ACCTTTA,對不對? 這13個base pair,這裡是ACCTT, 所以這個repeat的話呢,它的replication的時候,從AA的話就接到這邊來了,TTG,你看喔, 所以這一段就落掉了,這一段就4977 base pair,你看喔, ACCA,ACCA,接到了TTG,接到這邊來了,所以這一段就沒有, 這段沒有,這段是教室,這段沒有的話,這些基因就沒有, 所以老化的卵子,它容易missing mutation,或者deletion, 這個是為什麼我剛剛講,好,那我就開始做一些研究, 32歲的maternal age,37的maternal age, or larger than 37,you can see,你看這個4977,我們叫common deletion, 你看,有56%它會mutation,到37歲有74%,大概有73%的一個mutation,或者叫rearrangement, 所以告訴各位,maternal age老化,恐怕32歲開始囉,也不是35歲, 我們現在,包括香港,我們做那個amino synthesis,抽羊水啦,當新種都是35歲, 事實上你看,32歲開始就有點不行啦,當然37歲就是更老,好,那我那時候就有一個想法,怎麼辦, 這是臨床碰到問題,每個都37歲,38,40歲,所以你看看喔,這是歐曬的,那旁邊有很多顆粒細胞, 這顆粒細胞它有三個功能,第一個,它的produce estrogen,對不對,排卵的時候很多 estrogen, 第二個功能,它可以select splint,這個splint要來一個best splint才能penetration,不好的splint它就被打在外面, 所以第三個呢,它有phagocytosis,都可以,不好的是不是,它把它吃掉, 所以我想,這個叫做cumular cell,或者叫做gurinosa cell,它一定是非常的strong, for example,假如說這個總統,這個歐巴馬總統旁邊都很多那個gad,對不對, gad一定都要擋子彈,而且要很強壯,所以你看這個卵子,它要保護這個卵子一定要非常strong, 非常young,非常healthy,所以我開始就研究它的立腺體,你看看, 然後這個顆粒細胞,grenosa cell,這是electron microscope, you can see, the granosa cell的matochondria is mature,看到了,是不是像鞋子一樣, It's mature的一個morphology,這個是很多的,這是nucleus,你看這個matochondria surrounding the nucleus, 所以matochondria is elongated,developed laminated crystal,代表它是active的一個matochondria, 所以我那時候這個零技一動,欸,那為什麼不把這個年輕的都打到這個, 這個老的卵子裡面嗎,對不對,把年輕的這個,這個立腺體, 是active,所以我,但是我要回答一個問題說,欸,那這個假如這個媽媽老的話, 她叫matochondria,她的grenosa cell,human grenosa cell也是一樣老的話, 你打進去老的打老的,這些你沒有意思,對不對, so I try to identify這個,比如說32歲,37歲的maternal age,是不是它也有mutation, 你看,我發現呢,既然都沒有,30歲她有43%的mutation,37歲的39,37歲的47, 看起來是not dependent on the maternal age,mutation,common mutation, 好,跟這個年紀沒有關係,我那時候就非常高興,就,欸,那這樣的話呢, 假如跟年紀越大,她已經mutation越高,我做這個意思,一點意思都沒有, 好,那我們再看看她的dna,mutation,因為我知道剛剛講,這個年紀,這個是, 這個右邊呢,這個年紀大40歲,左邊的e的話是26歲,年紀輕, 這個o就是o-site,卵子,g的話就是menosa cell,你看看呢, 它是跟年紀沒有關係,你看這個menosa cell它沒有什麼mutation, o-site有,所以年紀大的顆粒細胞跟o-site的mutation是不相干的, 我們看看,你看這個年紀,這個是病人1到13, 這13的話年紀大38歲到42歲,左邊的話是年紀輕了25,你看, 這mutation上上下下下,不是dose response,不是age response, 所以那時候我就,好,那我們就設立一個indication,就是說, 叫做poor,叫受精力很差的,poor fertilization rate,compromised embryo viability, 或者recurrent implantation value,prolong unexplained fertility, 或者maternal age大概38,我們來做這樣的injection,好, 好,我們就是collector,這個merecondria,我們用mental tracker,是紅色的,concentrated merecondria, 然後把它打進去,這merecondria,打到卵子裡面,like this,this o-site,this merecondria, 然後呢,我們打進去以後,好,我們就分兩邊,這個是有merecondria transfer的, 你看這個embryo的quality,是比較好看一點,這個是non-merecondria transfer,MIT,或者是made in Taiwan, 這個是不好,所以這個做不出baby,這個embryo是看起來漂亮的,你看這個也是一樣, right hand side是有merecondria transfer,很漂亮的embryo,這個都fragmentation,碎碎碎碎,我們叫做apoptosis, 所以這個是不好的embryo,是同樣的病人,但是有都transfer,都沒有transfer,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profile, 我們有一組就是有merecondria transfer,有71個patient,non-transfer 81,其實都同樣一組,你看看,這是它唯一的不同,這個年紀都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就是outcome pregnancy, with transfer you can see we have 35%的pregnance rate,有25個,這邊的話呢,只有7%pregnance rate,所以看起來是significant的有意義,就是有transfer的話,那abortion rate這個是15,這邊呢, 這五個全部end up with miscarriage abortion,所以這邊還是zero baby,所以還是沒有,所以表示你的懷孕率變高,你的abortion rate是變低的,這個就是我們全世界第一個,利用這樣的一個技術,產出來的一個mylochondria的一個baby, 那這個在2004年,我們在Fedavia發表,那接受nature news 的一個interview,一個很重要的, so egg injection can boost fertility,好,那接下來我用大概10分鐘再介紹另外,這個一個translation,就是說臨床碰到的問題,在實驗中找答案,back to the clinical,save,給病人找一個solution, 第二次我要介紹的就是有一個疾病叫做endometriosis,這個是婦科最常見的疾病,我們婦女,100個婦女有5個有這個疾病,這個很嚴重,也是不印症,rank number one,就是不印症的人找25%都有這個病, 所以不管是婦科的疾病也好,不印症都是很重要,就是endometriosis,它的parthogenesis就是menstrual regurgitation, you can see the endometrium,就是implant,the surface of the ovary,of the surface of peritoneum,這個是它的很重要的一個基轉,好,那這個就是laparoscopy,今天早上有人提,你看這個是utra,你看這是endometriosis lesion,on the surface of the uterus, 那有時候呢,它會,你看它叫,有時候像powderburn,implant的在這個後面,然後常常越經學逆流,你看經學在肚子裡面,是endometriosis lesion,有時候vescal-like,或者是powderburn的一個這樣的一個lesion,那這是比較fresh,你看這個是比較新鮮的一個內膜意味症,這比較all, 比較時間久,它scar,已經變成scar formation,接把,那這個像有時候它有這個vegf,所以它會proliferation,像cancer一樣的behavior, although the pathology is benign, 好,你看這個很厲害的adhesion,你看utra,這個是bow,腸子,哇,沾黏在一起,那越經學的時候它也在出血,肚子,所以會站在一起,所以把素卵管都站在一起,所以這不會生小孩,因為整個都黏在一起,這個是很常見很常的病,有什麼症狀,第一,越經學的時候會很痛,dismenoria,痛得要命,因為它會產生prostagrandin,所以會縮縮, 第二,它會產生這個dialgia,因為這個bauer是很多平滑肌,所以這個大腸也會蠕動增加,所以越經metration來的時候,好像拉肚子的感覺,所以這樣的話,可能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endometriosis的一個症狀,它的話,你看,變成chocolate cyst,結果在卵巢裡面就一個巧克力囊種, 我們叫做endometrial cyst,或巧克力 cyst,在卵巢上,有時候需要laparoscopic cystectomy,好,那這是我們過去,我們在代表醫學大做了很多endometriosis的一個research,好,它的impact在哪裡,這是美國的,你看,woman childbearing 有這麼多,那每年有,大概有兩千萬十萬,兩百萬人是infertil, withendometriosis有80萬,每個人花掉兩萬七千萬美金,所以一年要花到美金,US dollar,22個billion,in Taiwan,ok,台灣,我們有635萬的childbearing age,有16萬的infertil woman,大概有六萬四千個,會得到endometriosis,in Taiwan every year,so cost大概是15億美金,所以大概是400億台幣,so that is very important, 這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因為花那麼多錢,在美國台灣都有,我相信在香港也一樣,這個是一個,所以我們要注意這樣的問題,那問題在這裡,這個疾病你要diagnosis要怎麼辦,要負腔鏡,laparoscopy,肚子要打三個洞,剛剛下午有問題,這個太invasive,但是怎麼辦呢,你要診斷,又診斷不出來,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是不是有一個seal marker,抽血就可以知道,不要做負腔鏡, 對不對,所以我們就有一個proteomic study,這是control,這是endometriosis的patient,you can see that's the difference,你自己是紅紅,這邊沒有,所以這些protein,這差不多50個kd,這就是sealum的一個,就是說endometriosis的病人呢,他血清有這些protein會發現,所以我們很高興,開始來identify這個protein是什麼東西,我們用2D gel,用Martidoff的一個 Mas special metric analysis,把identify以後,然後把這個protein把它identify出來,然後再用immunodot protein來確定,這個叫alpha-1的antitrypsin,這是一個protein,好,那這個protein以後,你做出來,你以後抽血就知道了,不用去做這個負腔鏡,但是我們要測它的什麼, sensitivity,對不對,測它的specific,這是一個敏感度,這個是specific,特別是,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了,你的altrasound就知道了,一個5公分,但是stage-1跟stage-1,是很輕微,很輕微的namoism, 我們發現,我們用這樣的一個marker,一個silom marker的話,不錯的一個sensitivity,不錯的specific,比傳統的CA-125,這些都比較好,所以我們就很高興,所以也許就有這樣的一個marker,這個PSA可能是,這個攝護腺癌,對不對,alpha-fetoprond,就是hepatoma, 這個,這個,這個,還有一個什麼CA-125,是ovarian cancer,所以, maybe alpha-1,antitrypsin,是一個endometrosis的一個marker,那這個我們也得到一個,我們國家Nation的一個gold medal,這個我們還有跟中研院,還有我們楊維忠的一個老師的一個合作,那我們也得到US 的一個patent,還有台灣的一個patent,這是專利,專利,好,那, 這個一個marker可能不夠,對不對,你說,這可能會有誤差,所以我們做很多的CDN microarray,這基因晶片,譬如說,這個是without disease,這是with disease,這是without treatment,我們用GNH-A anaerol來treat,這個endometriosis,或者是with treatment,我們做四個晶片,不同的晶片,那晶片這個microarray,這個chip,基因chip做出來,我們用class view,你看,這個是有treatment,是二就,這個是without, 這個without treatment,你看看,這個high express,你看一跟三就好了,它本來是紅紅的,對不對,after treatment的試以後,這個就紅色變綠色,that means all the gene are disappear after treatment,知道嗎,這個,這個每一個橫都是一個基因,所以這裡面有幾千個的基因,所以這個叫cross view,所以microarray的一個功用,就是讓你可以很短的時間內,可以知道你的treatment是不是有效果, 我是簡單告訴各位,好,那我們就做這樣的,你看,oh,這裡high express,endometrium,就是它的正常的endometrium,有190個基因,所以是不好的基因,這是正常的endometrium,without endometriosis,這個是好的基因,所以很快你可以把好的基因,不好的基因就identify出來,for example,你看,這是endometriosis的基因, 你看這個顏色,我們叫calimetric,這個顏色是比較深,這個normal,這是正常的,所以這是不好的基因,你看,這個基因的,你看這個顏色是它的6.9倍,這個就是一個microarray的功用,for example,這個也是一樣,譬如說我們就insuring light growth factor 2,你看,這個3.3倍,這個顏色比較深,比較淺,所以,從這樣,我們把3倍以上全部把它找出來,這個就是target genes,我們以後可以,有血清的marker,可以把這些gene 就收集起來,當作院血就可以知道,包括matrix,methaloprotein14,這些等等,好,那我們就把這些,但是呢,有時候,我們還要做immunohistochemistry來identify,那這個就是,我們用這個,你看,這個都3倍以上,5.3倍,就是target gene,我們有興趣的,譬如說,for example,cat healing,這是沾黏的,你看,有4.3倍高,有non-treatment, 就比較,取品就變低,所以,我們還用immunohistochemistry去proof,那另外呢,一個很重要,就是說,你做一樣microarray,我說,這個microarray不准,沒人看得到,所以我們還用real-time的QRT,PCRT confirm,你看,低的都低,高的都高,就表示它的identical一致性是有的,所以你的real-time跟microarray是identical,那這個還不夠,我還用一樣的東西去proof,就是說,我的血清,病人的血清, 或者pff,pff就是腹腔鏡裡面,那紅紅的腹腔液,或者是chocolate seed,這三個,這個tissue,這三個都要一樣,這樣子還有用,對不對,你tissue有,這個paternophilic selum,不然你selum沒有,你抽沒用,所以這個很重要,就是說,三個都一樣高,高,H-cat healing,等等,所以,這個就是clinical sampling的validation,這個是可以做一個很重要的translation的一個mark,而且要做各樣的gene, 譬如說做M0-1,有treat的,這個是non-treatment,這個treatment,你看,這個M0-1,VCO treatment,就不見了,這表示這個gene,survival gene已經不見了,in contrast,就是desgene,vex就出現了,你看這個treatment以後就出現,這表示,這個gene3以後,讓這個andometriosis的lesion會apoptosis,會死亡,所以會治療這個病,好,那我們也很多的這個microRNA去做了,各種angiogenesis, information,我最後就不提,那我們也發現,欸,osteoponding跟這個疾病也有關係,我們做很多的老鼠的實驗,然後這個adhesion,migration,還有一些MMP的activation,那當然,這個可能還有很複雜,包括這個immunology,這個sylamic adhesion,我想,這還有很多的空間去研究,那最後呢,我們把所有這些gene,就用我們北一大的這個資訊也很強,所以就information, 把這些東西全部把它做出來,用這個資訊,把它,所以說是用電腦把它,啊,變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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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knowledge,那最後就是這樣子,一個endochip,我將來就一個小小的晶片,那花了,大概花了美金,大概十塊錢,二十塊錢,就可以把這個alpha 1,tripsin,還有剛剛我講的,這個interest marker放進去,那抽血,然後半小時就告訴你,你有沒有這樣的疾病,那這樣的話,病人就不要上手術台,麻醉,還要做腹腔鏡, 我想這個是,我們過去做的一個,過去一二十年做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實驗,那這個是我們的台北醫學大學,真的在101的旁邊,有空,那這是在101,這個新年很漂亮,那剛剛我們的校長有提,我們也有三個醫院,剛剛,tall all together,我們有三千床,three hospitals,all affiliate,or belong to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or sitting in the Taipei City,所以,啊,有機會呢,請各位,請各位, 到台灣來,那謝謝大家 好多謝曾教授精彩的演講,我想他的結論就是,MIT make in Taiwan is good,請快問呢 謝謝 非常有意義的演講啊,今天有一個,就是一個,Antichyption這個,本身這個,biomarker的自己,我有點沒聽明白,你是說他在量上的,跟他associations,還是在這個,他的phenotype,protein這個,polymorphism,還是在這個方面,他是哪一個,哪一個的association,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像在我們會先說的, 一樣,有,因為你們校長和您都提到了這個,這個translational medicine,因為在美國和歐洲的學者,我們共同和大陸的學者一起,這個,這個,這個,籌建了這個,這個,這個,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有沒有想法,反正好在住我們兩岸四地,成立一個,我們中華地區的,一個, 謝謝,謝謝齁,謝謝齁,這個,alpha-1 anti-trypsin,它是一個C-line marker,就是說在endometriosis病人,他會出現,所以,特別是很,stage-1,很輕微就會出現,所以抽血的話,很快就會知道,當然啦,我還是認為一個不太夠,所以我會,剛剛講,有好幾個都會高, 所以我一起有放個四五個,五個,多幾個進去,它的誤差,它的錯誤性會更小,雖然,單一的這個protein,它已經達到百分之七十幾的,還有九十幾的這個sensitivity spread,我覺得可能更多的話,它的錯誤更小,大概這個意思,那你剛剛建議, 應該是沒有,跟ethnic group沒有進行,跟那個ministration沒有關係,所以這個比較重要,就是說你在月經,或者在排卵前,或者排卵後,它都很consistent,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如果沒有,我們再一次多謝曾教授,謝謝 謝謝